電費模式那麼穩扮 環保哲能不用考慮 各位同學 雖然電費不是你急 但他怎麼收錢 跟我們的生活很有關係 簡單來說有以下這兩種 什麼叫類進息呢? 簡單來說你用得越多貶就越多 我們的稅制就是類進息 即是收入越多就加得越多稅 而類退息就是用得越多反而越便宜 而我們的電費就很奇怪了 住宅用戶就是屬於一種類進息的 用電越多給的電費越貴 去到一個工商業那裡 就是類退息 即是說你用得電越多 反而有很大的折扣就越便宜 這樣假的 想工商業用戶跟你省電 就真是天方夜譚了 這個這麼不公平的模式 衍生了很多問題 來自光污染四大總菜區 旺角尖沙咀中環銅河灣 夜孖孖都還光顏顏 想找顆星體也沒有 還有研究說照得光多 還岩的機會率都會高一點 我們的電力公司 用什麼來發電呢? 主要三樣 一個是燒煤 一個是燒天然氣 一個是向大亞灣核電廠買些核能 核電就不用說,是人都知道危險的了 天然氣就乾淨,但是貴,那燒煤呢? 牠排放很多廢氣,過程中有二氧化氮、二氧化氮、二氧化氮 看大陸的污染多厲害就知道了 所有的化石燃料燒完其實都會釋放二氧化氮 很明顯就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溫室氣體,全球暖化 整天講Global Warming,就是因為這樣 還有,這樣的電費模式,便想鼓勵他們充電 小市民就慘了,就算政府補貼住宅電費 都不是長遠之計 搞定淚退制才講